109天以来 他离婚 这快将近四个月以来 每一天都是报告 说这个汪小飞 又跟什么张盈盈被偷拍 对不对 所以那个新闻 就一直有很多的记者 要问大S的反应 他都说没有 我祝福他找到更好的伴 那你想在这种时空氛围之下 有一天大S突然这个手机响了 上面那个号码 我相信他是陌生的 因为韩国来那个号码一定是 他会搞不清楚是哪里 也许是中国大陆 其实是哪一国不知道 接起来 你想那个画面 接起来竟然是一个 已经20年没有联络 而且那个人曾经在20年前 伤过他的心 很伤心的那个人的声音 那种氛围 那个心情你想想看 就是说一方面 就说这个男人离我而去 而且他的新幻影出现了 但是我的旧爱 同时也出现了 对一个大S 大家都知道说大S是一个 非常强悍 但是内心是很温柔 而且他其实这一辈子 谈过的恋爱 大家都知道什么蓝正龙 周渝敏 周渝敏都很高调 对这些都是比较有点 女高 男比较低 就是说他是比较以大女人的姿态 在跟他们交往 因为他们都是比较 知名度比较差的时候 跟他在一起 所以其实大S一直很缺乏一个就是一个很man的男人 甚至于就是年纪比他大一点的男人 因为他这几个瓜瓜汪小飞这些都是比他小的弟弟 你知道吗 这个瓜瓜汪小飞 这个瓜汪小飞 真的就是比他大七岁 所以二十五年前的事情 那个人出现了 然后在现在这个时候 就是说我相信大S他不论怎么样 他还是内心也是孤单寂寞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氛围之下 真的就是说窟窿的出现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说在一个女生这种 因为已经几乎是 就是说承受了这么多的这些事情之后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搅乱他整个的心情 可是会让他觉得人生就是说 也许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想象 再加上就是说 这个聚集院那通电话打来之后 除了就是说他讲男生是主动的 然后是因为大S没有换过电话 所以他打来 好 打了电话 其实他们那第一通电话 就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两个人就是完全没有芥蒂 不像说当年 刚刚你讲的 他们当年分手是因为 经纪公司粉丝的强烈反对 而且那时候大S在韩国 其实没有什么知名度 但是Kulong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红 红得不得了 那个日镜斗金 而且那时候当年 聚集院也才32岁 就是正要充事业 不可能谈恋爱 不可能结婚 那时候他其实红遍了台湾跟韩国 好几个地方 东南亚其实他都有这一个 都了解这个聚集院 对 而且他Kulong非常非常好 因为他就是当年的舞王 后来就是说 就太戏剧化了 因为他们红遍半边天 那当然就是说敬爱 敬爱然后又不承认 然后大S那时候 其实是瞒着台湾这边的经纪公司 还有他在主持节目 他都常常偷溜去韩国去约会 他偷溜去的时候 就是看到他在电视上 就是说他又说 人家媒体在追问他说 你是不是有个台湾女朋友的时候 他竟然自己看到那节目说 没有 我不认识他 他不是我的女朋友 他看到这个消息 这个新闻 他以他这么自尊的人 他因为受到很大的伤害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这么辛苦谈恋爱 我这么远来追你 就是说我放弃 什么都不要这样子 而且据据演员有讲 其实当年他曾经跟他求过婚 当年又求过婚 可是你看 当着这么大众的面 他竟然说他 我不认识这个女生 我没有跟他交往 他最后非常非常伤心 所以他觉得 回来之后他就说 那我们就分手这样 所以就说 当年那么轰轰烈烈 现在来讲就是说 竟然能够这样再重燃 就是说那一通电话 重燃这个再接起来 其实我觉得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 包括说他们刚刚问了 S妈妈 大S妈 大S妈也是今天早上来知道 所以说大S是瞒着所有人 他觉得说 好啊那通电话 妈妈都瞒着 其实妈妈是震怒 她说 因为记者电话一直打来 然后报纸一直出来 什么及时新闻 S妈是早上 大S才告诉S妈说 我结婚的消息要出来了 你要心里有准备 然后小S大概昨天晚上知道 这边我们顺便补充一下 刚刚这个东西就说 没有婚内出轨 这个是大陆的网友们 在质疑 当然这并不是说真的有此事 我跟你讲 这个其实 我跟你讲 我对大S的了解 还有对她的为人 我觉得说这个说法是完全是无极此坦 大S是一个 我认识演艺圈 这么多女生里面 如果说你要说 不会说谎 第一名一定是大S 就是她觉得我就是 因为演艺圈 因为我每天都在演别人 我为什么还要说谎 所以她是有什么说什么 她除非她不告诉你事情 那就是不告诉你 她跟你讲那就是真的话 其实你知道吗 如果你回溯 她在 我们在大概去年 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跟汪小菲第一次在闹说 要离婚的怎么样 其实第一时间 财士平问了大S 大S说对财姐 我在办离婚手续 办你当中 但是后来因为S妈他们反对 所以很多记者就说 没有那一时气话 可是其实我刚刚讲就说 大S她一定是讲真话 现在印证了 她不会骗你 所以我觉得她跟 Kulong就是在她离婚之后 他们才用一只旧的电话 才联络上 为什么会说她婚内出轨 打问号 我觉得小粉红 或是说他们吃瓜的观众 也就不用这样吃了 真正婚内出轨的是谁 大家心里很清楚吗 因为都被拍到很多次了 就是大少爷这样子 我觉得S现在找到这个 我觉得真的很真好 我现在也还不太能够接受 我觉得 就是说 聚聚业是处女做的 她其实没有结过婚 单身到现在52岁 当然中间 她可能有谈过很多段 可是她说说 其实因为我没有碰过一个 比大S更好的人 所以你看即使当年 他们这样子 就是说在台湾认识 然后大S去学韩文 追到韩国去 然后当众看到电视节目上面 剧剧也在否认说 我不认识这个女生 那种画面你可以想到说 那么样的伤害这个女生 可是20年后大家都成长了 也许心境也不同 一定是这个样子 他们现在一个52岁 一个45岁 然后一个未婚 一个已经有两个小孩离婚 那种新进成长 那加上就说 最近就说这么混乱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